艺术的开放和多元 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今年 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季 以《开放的六月》为主题 鼓励青年学子们 用多元语境 多元表达 多元呈现 进展时代之心 青春之锐 在美术馆里 欣赏青年一代的作品 成为我们一种时尚 也是越来越多的民众 开始接受整个专业的美育教育 一个很好的机会 每年其实都有很多惊喜 今年的《开放六月》 也是这一届同学 对当下 这个时代 社会 所体现出的一种状态的 一种呈现 也是他们自己的艺术语言的 个性化探索的一个结果 雕塑其实是影们很独特的艺术 它能够在稳定连续的结构中 创造出影们深思的非现实状态 所以它也就能很自然地 引导你去思考 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关系 我叫何嘉慧来自广东广州 从小到大就比较喜欢玩娃娃 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 然后到大一点就喜欢玩BJD娃娃 就是球形关节人偶 然后平时我也会给他们 做一些小衣服 之后可能也想要做属于自己的一个娃娃 所以就选择了雕塑这个专业 大家觉得学雕塑都是体力活 是偏男孩子做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地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五年的系统学习 两年的漫长准备 何嘉慧最终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品的名字叫这蕾森 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是由木跟石组合在一起的 这就是木石 蕾就是三石蕾叠的一个字形结构 然后森也是三木蕾叠的 而且蕾森也有蕾叠成一片森林的一个意思 树其实跟人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概念 从小到大 从矮到高到后面 树就落叶归根 人也回到了土壤 这两个元素是非常地像的 所以我就想就可以把人跟树 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体 作品《赤雷森》的创意 最初来自一个角的形象 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雕塑概括性的特点 将石头和木头以损毛融合 创造出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雕塑 它可能更偏向于简洁 偏向血液的一个感觉 中国传统艺术像孙宝 斗拱汉却 它其实都有着一个独特的造型风格 它的整个曲线结构不同部件组合在一起 都会有一种平衡和谐的一个美感 像斗拱的造型 它也像树枝 然后汉却又有像树干 枝干那么的一个造型 这些传统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比较典牙的感觉 而且在它们其中也充满了气韵跟气场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三星堆的一个青铜神树 然后我这个作品也有参考神树的一些造型 青铜神树上就有很多小鸟的造型 所以我也参考了这个小鸟的形象 在我作品上加了两只小鸟作为点缀的小骨 这个作品有一股生机的感觉 他被人是创作者 也就是说他和自然 石头 布材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哲学的这种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 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关系 他思考了我与自然 我与天地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想这一点呢 又看到了我们当下年轻人 对优秀传统维护的继承和认识 当时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做了体量那么大的一个作品 自己心里也紧没底的 公敏老师就说 我这个人的行动力其实很强的 就只管做就行 我这个人一般确定了方案 就不会轻易地去改 所以经常在课室里 我都是加班到很晚很晚才做 还有亲自用手工去做 追求的一种工匠精神 做这个雕塑作品 虽然工作量很大 但是我也拼尽我全力去完成 勇敢去闯 因为青春不留遗憾 不怕失败不怕挫折 就算失败了也站起来 别具匠心的笋毛造型 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融合 这蕾森在央视频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说 树木和石头象征着自然界的力量和生命 而笋毛结构则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应用 使得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和谐共生的事态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换新的生命力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频四川美术学院的互动专区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我的名字叫李家超 今年二十三岁 我今年带来的作品是《祥之马头》 家里的长辈跟我说过以前渔民的生活 没有铁船都是木船 陶海的生活非常艰辛 风浪大的时候可以把人从船头拍到船尾 甚至掉入大海 当然最难受的就是收网的时候 只有几条小杂鱼 我对马头上的生活的印象 我觉得是比较自由的吧 不会受到太多的约束 然后跟大自然更亲近 重庆是我高考前从来没有来过的城市 到了重庆之后 感受到跟家乡的巨大差异 在沿岛的城市 在沿岛上的城市 就会在沿岛上的城市 在沿岛上的城市 接着沿岛上的城市 接着沿岛上的城市 长江还有嘉陵江 它也有码头 但是站在江前面跟站在海前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在海边可以闻到鱼腥味 还有咸味 包括风吹在头发上打结的那种感觉 还有风大的时候吹的那些渔船 上面老旧的部件 发出的那种吱吱的声音 感觉大海带来的震撼感 还是更强烈一些吧 有一次凌晨两点 在海鲜市场里 我看到一对母女 母亲在收拾准备出售的海鲜 女儿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就趴在旁边泡沫箱 雷起来的台子上写着作业 这一幕让我非常地触动 晃动的渔船 热闹的码头 为生活奔波的渔民 这些烙印在李家超 记忆深处的画面 以及对家乡的思念 都被他画进了自己的毕业作品里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青春就是奋斗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艺术创作灵感一来 然后屁股往凳子上一坐 那张画就画出来 其实艺术创作 它要有很多前期的铺垫 才能够最终完成这个作品 通过这个作品 我更能够关注到生活中的人 还有事物就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提倡走路生活的 所以这个同学的作品 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关注了他的生活 他其实有一种相情很难一坐 年轻人就有了相情 年轻人就依靠自己的作品 把相情表达出来 我认为这样的年轻人 是可诉的 因为他做起来 艺术是生活的映射 祥指码头用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真实的生活 让很多观众为之感动 有的评论说 我也是海边城市长大的 看到祥指码头 一下子就唤醒了我儿时的回忆 让我仿佛回到了熟悉的街巷中 想起了大人们忙碌的身影 也有的评论说 码头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地方 它们代表着自由 广阔 勤劳 和无限的可能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央视频互动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 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更多青春与美的精彩故事 青春创造何以为美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文艺报道 特别节目青春如画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央视频四川美术学院的 互动专区 继续为您喜爱的作品投票 我们定制的文创礼品 正在等着您 在今年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中 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大热 许多的作品都是站在年轻人的视角 创新艺术表达 讲述中国故事 其实艺术它是可以穿越历史的 可以让现代人去跟古代人共情的一个事 我也是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去表达这种感情 陈欣怡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 石涛数字艺术实验班 她的毕业设计 敦煌原起 以敦煌最早的一块石碑 胜利碑为利益点 描绘了墨高窟诞生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了解历史 有一种穿越感 有一种我去体验过去事物 过去生活的一种感觉 就可以跟古人共情 我在创作作品的这段时间 中间去了一趟四姑娘山 然后我是完整地看到那种 雨过天秦的全过程的 云就突然翻涌起来了 夕阳西下的那个时候 非常地震撼 满天都是云 配合着那种金黄色的感觉 也是我第四张作品里面 想表达的那种氛围 当时就是狠狠地跟她共情了 如何以数字化媒介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如何平衡好传统美学图示和现代审美观念的关系 极具中国美学韵味的敦煌源起给出了答案 像中国整个的这个脉络下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融合和谐 一种整体的很雅致的画面效果 也就是我这次毕射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 这个花纹它是初唐331号窟里面的一个散花纹 这种流动性的一个花纹 它就是在画面中可以很好地表达一个趋势感 引导观众向那种画面中心看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作为东黄壁画里面的一个花纹 其实也是一个线索 可以把八张作品把它串联起来 我平常很喜欢看纪录片嘛 就是在看到敦煌这个系列的纪录片的时候 受到的启发 还会有一段沙漠呀 或者一些风景的一个空镜头 给人的那种意境 让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 其实我画的时候脑子里面会自己配有背景音乐 就是那种风吹过沙漠的声音 那种熏的声音 驼鳞的声音 然后骆驼队走路的那种嘈杂的那种声音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体现出这种沧桑感 风沙侵蚀过的 有历史沉淀的那种意境 我也很乐意去承传中国传统文化 甚至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敦煌元启在数字绘画当中 融入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惊艳了观众 有的网友说 有幸在川美的毕业展览看到敦煌元启 这不仅仅是八幅画作 更是一段关于敦煌墨高窟历史的宏大叙事 每一张画面都像是一页古老的书卷 向人们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文明的交流 还有的评论说 在看画的过程当中 仿佛真的有风沙掠过眼前 让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感 接下来的这件作品呢 同样是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古人的浪漫可不止于大山大河 还有无银星空 我是在新疆出身长大的 记得小时候 每天晚上只要一抬头 就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星 我叫张宇豪 来自四川美术学院 我的毕业作品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天文体系 我是根据北斗七星的一个周年试运行 根据北斗斗饼所指向的十二地之方位 所对应的十二月令 通过数字影像的方式去进行呈现 我的父亲他是空军飞行员 我从小就立志以后长大 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 宇航员 同年的经历和新疆得天独厚的关心条件 让张宇豪成为一名十足的天文爱好者 宇宙的未知和神秘 深深吸引着这颗年轻的心 我读小学的时候 当时检查出来 我脑袋里长了一颗血管瘤 然后面去做了开颅手术 但是在这个事实之后 我也就从此无缘去成为一名飞行员 或者宇航员了 中国古代它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也没有这些设备 那他们很多情况下就是靠肉眼去看 然后靠这个 天文这个爱好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可能就是眼界求之欲 以及一颗敬畏之心 宇宙的无垠和广阔 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它能够不断地激发我的求之欲 让我探索未知的脚步从未停下 虽然很遗憾 我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梦想了 但是在现在 在我的设计创作的过程中 通过我的设计再去将我的星空梦 展现给世人 例如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 以新鲜创意向中国传统经典致敬 张宇豪的毕业作品 布天歌 关 让观众亲自动手 以沉浸式的方式 真切体会了中国古代天文中 斗转星移的智慧 布天歌 关 用数字技术 展现了古人对于星空浪漫的想象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评论说 北斗七星就像是石中的指针 指引着古人的农耕与生活 通过科技与艺术的结合 让我感受到了天地之间的联系 还有的网友说 没想到斗转星移中 蕴含了如此奥秘 这让我对中国传统的天文文化 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于古人们的智慧也愈发敬佩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 央视频投票已经评选出了 观众最亲爱的作品 我们将为获奖观众 送出定制的文创礼品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相约周末 没谁有一种修养 是一种悟性 你对美的理解对了 人家就接受 你对美的理解不对 人家难以接受 知识广泛了以后 你的悟性也根据 根据你的修养的多少 你的悟性加强 这个悟性很重要 其实很简单 就抓它的特点 每个东西都有特点 画麻三块网 画牛是个方的 画路 画羊是个六角形的 不但要观察 还要记住 你最后的 我们下期见的